云端用为初级课程 本课程基于腾讯云云计算平台 讲述了云计算的概念、云计算的特点等 全方位地介绍了腾讯云的产品线 帮助你掌握腾讯云产品线 掌握云计算产品的使用 并初步使用腾讯云产品 在本次课程的开始 我们先来介绍贯穿我们整个使用生命周期的一款云产品 云监控 云监控产品从我们购买云计算资源的那一刻开始 就开始产生作用了 购买云计算资源开始使用后 我们就开始需要借助云监控 来对我们的使用量进行监控 确保我们的用量没有超出我们的预算等 当然云监控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 我们将在两个课程内分别为大家讲解 第一课程 云监控BCM-G部分 将为大家介绍云监控BCM的用法 云监控最佳实践部分 将为大家介绍云监控使用的最佳实践 帮助大家更好的使用云监控BCM 在第二章开始 我们将正式开始我们的上云之旅 首先 我们假设我们需要搭建一个最简单的应用 比如一个简单的博客论坛等 所有后续的功能的实现都将基于我们搭建的简单的博客或论坛 在这一章开始 我们也将逐渐了解更多的云产品 明确不同云产品的使用场景 本章节分为两个课时 我们先从最简云架构说起 让你从最基础的一个点开始上云 接下来我会给你介绍什么是单点 什么是多点 并告诉你如何看待单点和多点 在第三章 我们关注所有互联网产品都会遇到的存储问题 每一款互联网产品几乎都会涉及到数据的存储 而图片 文件等非结构化数据的存储 占据了互联网应用数据存储的绝大多数部分 在这一章节 我为大家介绍腾讯云提供的非结构化数据存储方案 COS对象存储 借助COS 我们可以获得近乎无限的数据存储空间 本章节分为三个课时 首先 我会告诉你什么是对象存储COS 让你对对象存储COS有初步的了解 随后 针对对象存储的两个关键概念 Bookit和Object进行解读 最后 我会向你介绍两种不同的COS上传模式 选择合适的模式 可以有效地降低你的成本 在第四章 我会向你介绍云计算高性能多点部署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组件 负载均衡器CLB 负载均衡器能够将我们的流量进行分发 从而让我们可以同时使用多台服务器 提供服务 本章节一共分为四个课时 首先 我会向你介绍负载均衡器CLB是什么 都能做什么 然后 再细分到负载均衡器的几种类型和几种不同的负载均衡模式 让你更加细致地了解负载均衡器 最后 我会向你介绍负载均衡器的最佳实践 在第五章 我们将关注互联网应用产品中的另外一种数据存储 结构化数据的存储 结构化数据的存储 我们借助于各种数据库 那么 如何让我们的数据存储更加安全和高效呢 腾讯云提供了自己的解决方案 云数据库CDB 本章节分为四个课时 首先 我会为你介绍云数据库CDB这一款产品 并为你一一介绍CDB的各项子产品 帮助你更好地匹配自己的应用 随后 我将告诉你 如何快速地将现有的应用数据 迁移到云数据库中 从而完成数据上云的操作 在第三部分 我将为你介绍云数据库的最佳实践 最后一个课时 我们将关注云数据库CDB 在使用时的一些可能会遇到的概念 和其对应适合的场景 在第六章 我们将考虑应用的产品的性能 一提到应用的性能提升 可能很多人都会想到 为应用加缓存 如何合理地加缓存 利用缓存 就成为了一个问题 特别是在分布式的场景下 一个集中的缓存管理 就非常有必要了 这次课程 我们将介绍腾讯云的云缓存 Redis产品 本章节分为两个课时 首先 我会为你介绍腾讯云的云缓存Redis产品 在第二部分 我将为你介绍云缓存Redis 在应用中应该使用的一些问题 第七章 我们关注应用的网络 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行 我们的业务也会从一个小范围 逐步扩散到更大的范围 这时我们需要为来自全球的用户提供优质的服务 而复杂的网络环境如何克服 就成为了问题 这里我要为你介绍一款潜有力的产品 内容分发网络 本章节分为两个课时 首先 我会为你介绍内容分发网络 包括它的特性功能等 在第二部分 我将为你介绍CDN的命中率 以及如何提升应用的命中率 随着业务的发展 你可能会有非常多的用户 那么应用本身的弹性就会成为了一个问题 特别是当你的应用出现了诸如秒杀抢购这样的场景时 就可能会出现短期爆发超大的性能需求 我们如何更多自动化地实现性能的自动扩容呢 这里就用到弹性伸缩产品 本章节我们分为两个课时 第一个课时 我会为你介绍什么是弹性伸缩 第二个课时 我将为你介绍弹性伸缩在规则设置上的最佳实践 第九章 我们会关注应用的搜索功能 搜索在我们的应用中是一个非常常见的功能 在数据量还小的时候 我们尚且可以借助数据库自身的搜索功能来实现搜索 但性能难免无法满足需求 在这种情况下 腾讯云为用户提供了专业的搜索服务 云搜TCS 本章节分为两个课时 第一课时 我将为你介绍云搜的基础信息 由于云搜产品的使用需要进行开发 因此在第二个课时中 我将为你介绍云搜的接入应用的相关说明 第十部分 当我们的应用做得越来越大后 难免就会被一些有心人盯上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不受到黑铲的胁迫呢 腾讯云为用户提供了丰富的解决方案 本章我将介绍腾讯云天域安全服务中 我们使用较多的三款产品 本章节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我会为你介绍天域活动防刷产品的使用 其次我将为你介绍天域图片建皇产品的接入 最后我将为你介绍天域验证码服务的应用 在完成了理论部分的内容后 我们最后为大家提供了一个实战操作的部分 在本章节中 我们将实战演练 如何将一个单机的WordPrice 演化成为一个更加复杂的 性能更强的WordPrice 好 关于课程的基础内容的介绍就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开始真正课程内容的学习吧 开发者你好 我是腾讯云部导师白焕成 欢迎你收看云端云维初级课程 本次课程是第二章第一课时 最简云架构 本次课程我们来了解最简云架构 这也是我们上云过程中第一个台阶 本次课程内容分为两个部分 分别是云计算和本地托管的区别 和云端最简架构 首先我们先来学习第一个知识点 云计算和本地托管的区别 云计算和本地云计算应有弹性的能力 而本地托管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 云计算最重要的特性也是弹性 不管是我们的灵活计费 还是大规模运算 都是建立在弹性的基础上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个表格 来对比一下云计算和本地托管 在安全性上 云计算相比于本地托管的独立主机 依然有一定的弱势 云计算的虚拟化模式 导致你可能被你的邻居所影响 而独立租用的主机 一般是独享线路和服务器 无需担心邻居的问题 不过目前来说 云计算服务商大多已经把这个问题处理得非常好 我们已经无需担心 不过从另外的方面看 云计算的安全性要强于本地的托管主机 因为本地托管主机是无法提供附加的安全服务的 而云计算服务商大多有附加的安全服务 可以为我们提供软件 网络层面更多的安全能力 在稳定性上 云计算主机要优于本地托管的独立主机 云计算数据中线的大规模投入 保证了相应的基础设施的完善 而这些完备的基础设施将为我们的应用保驾护航 本地托管的主机大多没有这样的投入 对故障的响应或对应的解决方案准备大多不足 容易出现故障了却无法恢复的问题 在弹性上 云计算资源的分配基于虚拟化 存在资源池的性质 各种资源都可以通过对参数的调整 来实现应用配置的调整 而本地托管的物理机就没那么方便了 可能需要你关机 重启服务来去配置你的应用 而服务器的启动周期较长 会有一个较长的停止服务的周期 这样对于大多数应用来说都是不可接受的 其他相关配置的变化也都是比较耗时的 大规模的变更可能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最后在投入方面 由于云计算具备强大的弹性 我们可以在业务发展的初期 使用一个较低的配置来跑我们的业务 随着业务的不断发展来提升我们的配置 这样你的支出就会以一个比较低的起点 不断的提升 而传统的本地托管模式 需要你在开始部署应用前 就计划好所有可能用到的资源的数目 一次性投入大量的资金购买基础设施 如果前期的投入不足 可能会导致你在后期需要不断的重启提升配置 可能会造成更大的损失 这样来说本地托管的投入是更高的 说完了云计算和本地托管的区别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云端最浅架构 大部分用户和对云计算不了解的开发者 在初次使用云计算时都在使用云端最浅架构 这种架构的优势在于它的学习成本较低 维护和操作也更加简单一些 毕竟单机总是要比集群操作起来要简单一点 使用的成本也较低 你只需要支付一台云主机的价格 但是这种架构存在很多问题 比如容易爆发单点故障 性能受限于主机 业务拓展的难度较大 安全防御的水平较低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优化我们的云端最减架构呢 我们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向来进行提升 一 性能做提升 二 容量做提升 三 安全性做提升 四 稳定性做提升 在后续的课程中 我将带领大家一个一个的进行提升 帮助大家学习和领悟云端架构的演化 最后我们来进行课程总结 通过本次课程我们了解了最减云架构的相关知识 并且明确了最减云架构的优化方向 本次课程的内容主要是云计算和本地托管的区别 和我们的云端最减架构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开发者你好 我是腾讯云部导师白焕成 欢迎你收看云端勇为初级课程 本次课程是第二章第二课时 单点和多点 本次课程我们来课程内容分为三个部分 1.什么是单点 2.什么是多点 3.单点和多点的常见误区 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一个知识点 什么是单点 单点顾名思义 就是只使用一个设备对外提供服务 从架构图上来看 单点就是用户直接请求我们的云主机 只有一台云主机对外提供服务 比如我们在上一课程中提到的云端最简架构 就是一个单点的架构 那么什么又是多点呢 多点就是指对于用户提供服务时 不只有一个设备提供服务 多个设备同时对外提供服务 从架构图上来看 用户请求时可能会有多个云主机 同时对其提供服务 那么这样我们就称其为多点 单点和多点有其各自的优势和劣势 单点由于只操作一台云主机 那么它的成本相对较低 操作也更加简单明了 但是这种简单明了 带来的是故障率的提升 更加的不安全和不稳定 有更大的几率出现故障 容易被外部以单点突破的形式来进行攻破 而多点由于增加了云主机 成本相应会上升 需要操作的机器也会变得更多 即使使用软件来进行批量管理 依然带来了复杂度 但是由于云主机的增加 整个架构趋于稳定 能够更安全地提供服务 即使外部有单点突破 也只能攻破一台主机 另一台主机依然可以对外提供服务 单看上面的文字 可能大家理解的还不够深 这里我来举一个例子 来帮助大家认清单点架构和多点架构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 单点和多点的常见误区 经常会有人问 这样的一个架构是多点架构吗 答案很明显 不是 在上面这张图中 我们在云主机前加了一个负载均衡器 但是由于负载均衡器后 仍然只是一台云主机 所以并没有发挥请求分发的效果 对于抵抗攻击方面 也并没有什么作用 这种架构下 负载均衡器只能对请求进行转发 无法保证后端的稳定运行 这种架构的效果就只有一个 就是隐藏原站的IP 这让我们明白 你的设备链条即使在场 只要你每一个环节都只有一台设备提供服务 那么始终都是单点架构 最后我们来进行课程总结 通过本次课程 我们了解了单点和多点的知识 并且学习了以下几个知识点 什么是单点 什么是多点 以及单点和多点的常见误区 感谢大家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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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